那也因為風很大所以你要記得帶防風 那也因為風很大所以如果你怕風的話 你要記得帶防風衣 那也因為風很大所以如果怕風的話 記得帶防風的衣物 那紐西蘭的日夜溫差也非常非常大 大到可以三十幾度 所以晚上如果想要看星星的話 記得要帶保暖衣物 紐西蘭的垃圾分類分得非常非常的細 像是有 像是有有機動植物啊 或是可回收的物品 或是其他的物品 全部都要分類分子系 在紐西蘭 在紐西蘭如果有 在紐西蘭如果有辦行動網路的話 那是 在紐西蘭如果你有辦行動網路的話 你用起來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 在城市裡面是還OK 在紐西蘭你辦行動 如果你有在 如果你有在 如果你在紐西蘭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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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紐西蘭有辦行動網路的話 它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 一下有一下沒有 那你在城市裡 算還可以接受 那你在荒郊野外 在 如果在紐西蘭有辦行動網路的話 如果在紐西蘭有辦行動網路的話 如果在紐西蘭辦行動網路的話 它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 在城市裡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你到城市之外 你就是一個斷線狀態 你就是一個失聯 如果你在紐西蘭 如果你有在紐西蘭辦行動網路的話 如果你在紐西蘭有辦行動網路的話 非常 如果在紐西蘭有用行動網路的話 非常非常不穩定 在城市裡面是還可以接受 但是你一離開城市 你就是一個失聯的狀態 我們是冬天去紐西蘭 我們是 我們是台灣的冬天去紐西蘭 所以紐西蘭白天非常長 差不多晚上九點才會天黑 但是你一定要在九點前回到你 但你一定要在九點前回到你的飯店 因為只有城市裡也有燈 其他地方 其他的風景區 或是 離開城市的其他地方 就是 離開城市的其他地方 就是全黑 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 我是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黑的 那離開城市 離開城市的其他地方 就是全黑 身手不見五指那種 就是 真的是身手不見五指 什麼都看不到 超黑 而且紐西蘭晚上六點 而且晚上六點 而且差不多六點左右 所有的店 而且差不多六點左右 幾乎所有的店都關店了 你也完全不能幹什麼 所以就還是好好回飯店休息吧 而且差不多晚上六點左右 所有的店 而且差不多晚上六點左右 所有的店全部都關了 所以你也不能幹嘛 你就回飯店好好休息 一年 而且 一年 發現 用心 一omen 一年 一年 那紐西蘭的夏天 紐西蘭的夏天溫度真的是 紐西蘭夏天早上的溫度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都是在二十幾度裡 紐西蘭夏天的溫度都是非常非常 紐西蘭夏天早上的溫度都是非常非常舒服 差不多說是在二十幾度 非常非常舒服 紐西蘭夏天的溫度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紐西蘭夏天早上的溫度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差不多在二十幾度左右 所以短袖短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一定要戴防蚊工具 防蚊液 紐西蘭夏天 紐西蘭夏天早上的溫度是 紐西蘭夏天早上的溫度都是非常非常舒服 差不多都在二十幾度 所以短袖短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一定要戴防蚊工具 因為紐西蘭有一種非常可怕的小黑蚊 叮了你不得了 你一個月都消不掉 而且你會超級無敵癢 所以一定要戴防蚊工具 所以我們要戴防蚊工具 所以我們要戴防蚊工具 所以我們要戴防蚊工具